自10月15号秋季广交会开幕以来 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已超21万人次 相较春季广交会客流增长约16% 其中入境万级人员超6万人次 显示广交会对全球客商的强大吸引力 在免签国家范围再扩大的出入境利好政策刺激下 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还将持续处于高位 白云边检站表示 本届广交会期间 口岸日均客流将维持在4.5万人次左右 为持续做好口岸高峰客流应对 我们设施充足的广交会专用通道 推行客流高峰两工部一提式 增派多语言民警进行引导服务 不断优化货运航班及机组出入境 手续办理流程 提供了多项相关便利措施 全力保障广交会境外参展和境内出口 货运航班好来快走 第136届广交会在白云机场 设置了4个境外采购商办证点 部分办证点在境外客商高峰抵达日 提供24小时致重服务 广交会第二期将在10月23号至27号举行 第二期以品质家居为主题 名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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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